就是退縮15公尺 那剛剛會有不同的部分呢 是在商業區的部分 那商業區的這個部分是退縮10公尺 因為商業區的這部分它的近身比較沒有那麼充裕 再加上中間又有受保護樹木的部分 那這邊是公園 所以呢商業區的部分我們還是維持原來的 這個都市計畫的規定是退縮10公尺 那這個三塊的這個分區的這個規劃呢 事實上在95年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是這樣子公告的部分 那我補充跟委員說明一下 其實在95年的時候公園的形狀跟商業區的形狀並不是這樣 在我們公展的時候它是比較整齊的對分的東西兩塊的部分 那是在95年市都爾會審議的過程中呢 覺得我們應該在商業區的形狀 是希望能夠配合引導未來商業區的建築物 它是可以是讓民眾是可以比較有沿街式的這個選逛的這個氛圍跟空間 所以商業區的這個後來的形狀才調整是這樣子一個L星 這樣補充 剛剛對商業區的那個部分我反而有意見了 就是你現在商業區尤其現在這個你要先退縮10公尺 那其實有時候對這個友善的人型環境不見得是有幫助 尤其現在很多商業區我們反而要求設企樓 那我的建議是這個部分就是有關退縮的部分 因為有設計到日照等等 就是退縮這個部分就是什麼12公尺22公尺那都是一個模擬的東西 在都市計畫裡頭先不要做規定 那是將來建築設計的時候 他們就是都設計建築設計的時候去做處理 要不然的話你這個就會把自己綁手綁腳 那我的建議就是這個部分應該是留到不是在都市計畫裡面去做規定的東西 以上 這個範圍 這個編理長 主委員 謝謝各位委員的指教 確實在這個我們都市設計審議的時候 會對於基地的開發作為嚴格的把關 不過剛才特委員所提的兩個意見 第一個就是說到底要不要退縮 我想也許設計居民會比較期望要退縮 不過可以加上一點 就是說如果考量整個洗衣樓它的需要性的話 可以再去做 在都市設計的時候可以去綜合考量 如果讓都市設計有一個彈性 就是說也可以把這個萬一真的企業文化需要把它維持下來 其實對於這個附近的居民 他的人員的空間等等 他並不會有這個另外的衝突 完全看這個都市設計的這個部分 第二個也不應該來這個拖遠 我們現在目前確實沒有錯 這個工營住宅大概都以朝陽市出 450這個方向在設計 不過這一點當然也跟各位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在安康地的這樣一個基地 因為雖然是450 但是我們實際設計的時候 它也是只有達到439 也就是說那種規劃設計的時候 有更大彈性其實也並不會 也並不會影響這個整個地區的環境 反而在規劃設計創意的時候 是可能搞不好會更有一些想法 就是以上當然呼籲這個托委員這個了解一些 好 謝謝 好我想大家 我要表達了一些意見 好我想 好我想